好我們來做些題目練習 這是歐姆定律R給I分之V 所以R一樣的時候I跟V成正比 有兩條線有個RY有個R2 情車戰界問 誰? 現在換男生女生 有人記得嗎? 帥哥男嗎? 可愛小女生嗎?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十三 沒有十三 沒有十三 可愛小女生叫做 那有十五嗎? 沒有十五 可愛小女生叫做7 7 誰大? 你講啥? 你講啥? 你有講話嗎? 答案 R1大R2大 蛤? R1 你說R1嗎? 請說 你說要跟他一號一樣比小聲的 跟他老人家耳朵不好聽不見了 R1 為什麼是R1 為什麼R1 直接一刀 I一樣 I一樣對不對 I一樣 所以V越大的R就會越大 V越大的R就會越大 V越大的R就會越大 所以R1大 可以嗎? 可以喔 來 F等於MA 請問你 這要做F一樣的時候 M跟MA成反比 兩條線 F1大還是F2大 F1大還是F2大 行車戰界問 可愛大帥哥 我今天講真的 我老人家耳朵不好 你不講那麼小聲啊 雖然我們應該要想盡 輕聲細語運動 可是你也太輕聲細語了 33 不在 不在 26 26 誰大啊 F1跟F2誰大 F幾 用手比我看 一還是二 F1大 請坐 F1大 為什麼F1大 橫畫一刀 橫畫一刀 A一樣 A一樣的時候 M跟F乘是M比 M越大 F就越大 這個M比較大 這個M比較小 所以F1比較大 OK嗎 好 這個 學色體 竹水 或是加熱曲線 基本上乘正比 加熱時間越長 溫度就會 越高 兩個不一樣寫 為什麼不一樣寫 越寫什麼意思啊 溫度升得越快 那加熱100克升得快 還是加熱200克升得快呢 那所以答案要選哪一個呢 停車戰界問 可愛小女生 有嗎 有 M5PD5號 你說誰 你選3的選C對不對 不要坐下 不要坐下 你選C 因為100度上升 你不要坐下啊 因為100度上升快 200度上升慢 所以C 可是A也是100度上升快 200度上升慢啊 停車戰界問 你為什麼不選A啊 請坐 因為它有個初溫叫做 20 因為它有個初溫 所以 那個A的初溫多少 0 所以不對 所以我們要選的叫做 C 就是要做圖形比大小 可以嗎 OK嗎 怎麼做 只畫一刀 或者合畫一刀 幹嘛 因為凡事要比較 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所以因為凡事要比較 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公事被清除了 就知道怎麼做了 公事被清除了 就知道誰跟誰會成正比 誰會跟誰會成反比 公事被清除了 你就很容易判斷到 你誰要比較大 誰要比較小 所以講他半點什麼意思啊 公事把我給他 被清除 被清除 那一切就會很OK了 可以嗎 可以 很好